采访之前 你都不对提纲的吗 我对过了 也跟他们说过 不了这方面的问题 他们憋不住要临时问 难道你就不能站出来 临时阻止吗 他们每问一个问题 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 去打扰我妹妹 你懂不懂 助理怎么了 谁 我没有助理啊 那他是 他在半分钟之前 就不再是我的助理了 你觉得你还需要留在这吗 其实我觉得 你没有必要这么生气 妹妹是你在发布会上 抢了所有人的风头 公开承认的 宣传点是你自己造出来的 现在别人提议很正常 而且这是天然的热度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不应该就这么放过 更不应该当场黑脸 第一 我没有生气 第二 我没有抢妹妹的风头 问这么敏感的问题 伤害到我妹妹怎么办 她一个素人 要是真被什么黑粉盯上了 多危险 第三 我身上的热度和宣传点有的是 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来调调见解 第四 黑脸怎么了 黑脸就不是宣传点了 这次你一个问题都没漏掉 那我直接说第四点吧 我觉得黑脸啊 可不像是你造出来的宣传点 你刚才生气的样子 超级真实 我觉得 你真的被气坏了 还是说你只是因为快捡约了 打算借题发挥 开掉那小姑娘 我可没有 梦梦 我来了 你要的咖啡 还说没有呢 明着墙角度挖好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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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您说这是哪儿的话 我不跟着梦梦 还能跟着谁呀 好好好 我道歉 为了跟你赔礼 晚饭我安排 省个连背 咱们在一起拍了这么长的事情的戏 总不能一拍完 那你就把我当成陌生人了吧 我